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 KSKUN 主题是11月25号 2023年 11月25号了 再下一个25号就是 圣诞节 Christmas Christmas 1月1号 1月1号过了 我们就等过年了 真的很快了 时间了 所以现在我们的年尾这个 年尾这个 反弹 年尾红包 年尾 bonus stop market bonus 看来那个窗口越来越小了 of course 我们已经捞了很多了 你不要忘记了 我们的这个 秘密价值投资 找到很多 很多 好过90%是上的了 可能有几个了 超过90%是上的 如果我真的要算起来 有几个失败了 大部分 AA SCIB HubSync B&B 很多 讲不完 还有谁啊 BAMB Magnum 也有上一点 全部都有上 大部分都有上一点 Magnum Spot Toto 现在 太多了 你自己 你知道哪一个有上 昨天那天我有 post 有一个 我的学生讲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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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亏钱 现在开始上课了之后 还有就是他看我的视频 然后他上课之后他开始赚钱 很多人都有留言讲开始 他们转 转虧为赢了 就是 大部分的暂时 机会 大部分的机会就是因为马股不强 所以我们 我的两个最最厉害的功夫 我讲嘛 第一就是费命价值投资 market不好玩 market很慢 market没有动力 所以不用紧 我们可以去捞底 我们有这个功夫可以去捞底 ok 所以我们找到很多好股了 你自己去看了 JFtec 不要讲还有很多 JFtec 科技股也有一大堆 我们也有看到一大堆 对吗 全部都上了很高 ok 还有谁啊 啊 这个房产啊 SP Sertier Marsing 讲不完 Marsing 还有什么 啊 E&O啊 很多啦 很多啦 这些全部都有赚到 动力股就没有这样多 啊 动力股啊 追动力股就没有这样多 几倍 有上的都是 这几个月啦 有上的都是呢 突然间飞天 有了 Dai Yang那些 那些是 自动盈利 不是病名价值 自动盈利 ok我们去追那个 动力股啊 Dai Yang那些有啦 比较成功 这个 这一年比较成功 就是这个病名价值 走着 因为马骨不强 如果马骨很强 马骨走牛四 那时候 那个 自动盈利策略 会比较强 因为它快 哦 因为它它可以啊 在很短的时间 然后因为很多动力嘛 很短的时间 可以 进钻 啊 可以进 套力 进套力 啊有啦 Gamuda 我们有追到 一波一波的冲上去 很多也有追到啦 比较 比较成功 还是那个病名价值投资 暂时比较成功啊 Gamuda 我们有追到几层 UMW有追到啊 这个啊 动力啊 突破那些全部有追到 比较多 比较成功 都是这个病名价值的啊 病名价值投资真的是 啊 真的是超级 对我来讲啦 是我最厉害的功夫了 ok 因为你买到很低 啊 你买到很低 啊 所以他上一点点也二十三十个巴仙了 啊 ok 现在呢 看来啊 啊 这个啊 啊 消费啊 开始有动力啊 消费可能有的老一点啊 那天 那天核心突然间上 HP那个 HP HP我也老了啦 HP上了五十个巴仙我也 收了 套力了 然后HP那个突然间 然后消费股突然间 我有收到 因为他是在基点 啊 so 突然间他还是赚钱公司 所以我有收 所以突然间二十多巴仙 欠口我也卖了 所以我也赚了 啊 ok 现在呢还有更定那些 可能还有机会啦 啊 然后呢 手套股卡开始有机会啦 有些人已经套力了 玩短期的套力了 啊 我是比较玩长期 啊 所以我还是收足啊 看到怎么样 好 现在等机会加罢了 啊 ok 故事讲完了 我们看看Manchus的名声啊 今天啊 所以讲啦 星期六有很多东西看的 你不会以为没有啦 星期六 被你选择了 不要只看到马骨 那几个骨以为 看上几个马骨 你就会成功了 如果你成功 不用紧啊 如果你不算成功 你看看我星期六的视频 你不用自己去看 我会分析给你看啊 ok 没有100% 对 大家分析研究啊 请注意 本人并非专业交易员或顾问 分享个人的交易过程仅为娱乐目的 本视频中包含的任何意见报导研究分析价格或其他信息均为个人观点并非投资建议 对于应采用视频中的信息直接或间接导致财产或资产的任何损失本人将不负担任何责任 外汇指数股票期货商品能源贵金属等交易具有高风险 请您投资前妥善研究评估并请根据您的交易需求寻求专业财务顾问的建议 OK 我们看 马骨先 看KLCI 看KLCI 所以我们的专家全部到1500点 OK 1500到1568 1566都有了 全部是蓝色蓝色蓝色是新的 1600都有目标了 如果他能再上来这边呢 冲破这个1464来到1600点 1600点 KLCI还有 10%左右 9%上 暂时看1500点先 不要梦想太多 不要发太远的梦想 我们看1500点先 OK 所以现在呢 如果他呢 冲破1500 1646这个阻力很强 1646你看啊 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 三个星期 四个星期 五个星期 六个星期 七个星期都差 创这个地方 然后冲不过 七个星期 算好了 这个是一个星期图 这个是一个星期 看W 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 三个星期 四个星期 五个星期 六个星期 七个星期 都差不多创到那边 跌下来 这个是很大的阻力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 它的动力牛 牛派还是比较强 你看啊 这个是一个 没有蜡烛的 没有方向的一个 多姬 我们叫多姬 OK 多姬之后 通常呢就是 会跟你讲方向在哪里 下一个蜡烛就跟你讲方向 是青 牛比较强 牛派 是 是红 熊派比较强 现在呢 它这根蜡烛下来 是一个牛派来的 然后它是一个Bullish 所以暂时 这个牛派是比较强 看长期 一个星期 然后呢 它还是 问题还是重不破 1464 它有一点回调 这个回调不是太大 暂时你不用太过担心啊 把这个回调 不能跌破这个1445 跌破这个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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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明的牛派是输了了 OK 暂时还OK 还有它上升龙道 还是OK 没有跌破上升龙道 我们看一天堂 一天堂还是有上升龙道 还是OK 但是 还是OK 1445不能跌破 跌破这个牛派 给它破了 OK 看Ace Market 一个星期二 OK 一个星期二还是OK 4根 4根羊猪 OK 可能会回调一点 但是看来它的动力是 暂时是蛮强 OK 你看小盘 中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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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珍珠 这个是黄昏珍珠 黄昏至星 Bifting Star 这个是不好 这个看来它的动力 牛派是开始 牛派在赢赢赢赢赢赢 看来它在开始输 这个 这个呢,发生在一个上升趋势的顶是很危险的 通常他是跟你转弯跌下来的讯号来的 你看一天图 他突破,假突破开始跌回下来 但是这个是不好 我们看小盘 小盘怎么样,小盘又是珍珠,又是假突破 这个也是看来不太好 看来也是要下跌比较多 我们看板块,建筑没有气了 我跟你讲,背离背离背离四次了还不跌 真的就这样强了,他都很强了 normal背离一次就跌了,背离两次三次还没跌 是真的炒到超够力 所以现在他开始做更低的高了,你要小心 一跌破182就是更低的低,更高的 更低的高,更低的低,他下跌通道开始来了 OK,很小心 消费,消费双底,双底突破了 OK,到目标,现在他开始 他开始,他也没有做更低的低 他这个低,这边又做 这个低又在反弹,暂时他的动力还有上升 不过没有这样强,没有上一年 这样我们去看,把Dini,Bornia全部起 现在没有,更低那些有机会 不过,飞的都是飞 一日有两日有那些花呆,飞两天 就下来了 很难去追那些狗,真的很难去追 除非你是玩短期 8个钟在那边,看着电脑在那边 看到他,看着他的,那时候可能你追得到 人员不可以啊,板块啦,人员,人员跌 一层一层的跌啦 你知道他优价一直在跌,OK 金融金融,我看金融是 新闻是讲,他可以走到年底啦 现在差不多年底了,所以我觉得 他是差不多没有率了 他这个16500,他是看来冲不破 医疗,OK 医疗有一个下跌,下跌珍珠 下跌这个,Telba 不算珍珠啦,有一个下跌辣珠 他也不是太强的,下跌路 可能他会下来这边 这个就是,如果你还没有进去 你想收一点 这个反弹,更高的低 更高的高,所以这个是一个几回 如果 收了的呢,你要加,这一个下来 在这边1766这边反弹 这个就是假的几回啦 暂时,他的红色动力差不多到 98,75%以上 1475% 所以他是蛮强啦,OK 他应该会有一个回调我跟你讲啦 他现在不是炒Covid 他应该不会直直上 到月球啦 他应该会跌下来一些 这个就是下一个几回啦 不用紧张啦,因为现在他是开始赚钱 他不是讲,哇 一下,好像以前炒Covid 一下去,一个Billion啊 他的收入啊,精力啊 下死人了啊,Dogroof 现在没有这样的歌唱了啦 不过强了,OK Industry,Industry还在横盘 那天他有钻石 他钻石不成功,因为他有两个顶了 钻石不能了,钻石他必须要突破 所以现在我们做了一个横盘 所以看来176跟169啦 跌破169差了 他要跌,突破176他还要去哦 你看中指,中指没有动力 冲上一点点跌以下来房产 房产还在在调,房产不算太弱 但是也不强了 OK,突破884还要去 跌破830,他还要跌下来了 他现在还在横盘 横盘或者在调整啦 他在做一个起势的调整 RID可能有一个杯啦 他慢慢的上还OK啦 科技,科技不好啦 科技我们看到一个这个 吞没蜡烛啊,看来他要回来 62或者61啦 最重要61不要跌破啦 跌破61就不好了,因为这个有一个通道 这个应该能撑他 如果他在62反弹OK,61反弹还OK 证明他的长期还是上升 但是跌破61要小心啊 电讯 电讯不能啦,一直在下跌通道啦 一直下跌 运输运输还在慢慢的上,还是OK 运输 Utility,这个炒到很固利 我看这次的 有背离RSI,没有背离 但是有双顶,三顶,一个三个 三个顶都一样搞 价钱更高,但是他的顶没有再更高 看来这次应该会调多一点 应该会跌下来多 目标也到了啦 我们讲的这个目标啊,其实目标也到了 OK,我们看国际 所以马股叻,比较有机会的叻 比较有动力 我看到医疗是比较有动力 其他的板块都是看不到什么大的动力 OK,我们看 国际 DXY看美金指数 美金指数啊 美金指数,然后开始调 很重要 现在他回到103,103有个支撑 看他能不能撑他 能撑他可能可以回来104 或者105啦 如果撑不住,他应该会来这个101 就是100左右 100是很重要啦,我觉得 100跌破了,他长期又继续要滑射去 100撑得稳,可能他会上回去 100很重要 所以这个103跟100 就是我们看Fibonacci的 我们看Fibonacci的50% 跟 61 61.8的回调啦 50到61.8,所以这两个区 是非常重要啦 如果撑得稳的话,他还能反弹 撑不稳的话,跌破这个10100块 就是跌破这个 超过 80%的回调 他应该是 长期应该是要跌的咯 继续跌咯 OK 我们看这个100很重要啦 103跟100 DangerU DangerU DangerU他有头肩啦 看来他要跌啦 Dange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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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个头肩,你看它可能会跌多一点 这个BOND又跌,通常美金会跌 然后股市会起 股市会起 所以现在它正在跌了 就算你看美金 跟着跌,美金跟着跌 OK 所以我们看 中国 看夯兴 他想做头肩做不成,他没有 他没有穿过紧线18,025 看来电视 现在他想做个底 成功不成功不知道 他必须要突破 这条趋势线的 这个才算真正的突破,不是他还在下跌趋势的 所以我们看他能不能突破这条下跌趋势线的 18,900左右 很奇怪啊,香港 它的market真的比较烂中国 香港 中国比较没有这样好 因为你看啊 他covid 低点在这边 covid 低点在21,000 现在他 他跌破了covid 低点16,000 那天还跌到这边14,000 所以真的蛮弱了 真的他的market是蛮弱了 真的蛮弱了 你看啊澳洲 covid 很多国家都没有跌破covid 我们都没有跌破covid 我们都没有跌破covid 所以他跌破covid 然后你看澳洲 covid 在这边吗 在这边 covid 2020年 4,400 现在他跑在7,000 现在他跑在7,000 所以很多market都有回复了 所以中国 看来这个香港 中国还没有回复了 看得到了 你看这个covid低 这个Nickei 16,200 现在已经去到33,000 所以他全部有回复了 中国现在还 这个香港 他的这个 航行还比covid 低更低 他们真的蛮 互相 他们market 英国还在横盘 英国还在横盘 7258和72699 德国没有想到他这样强 我以为他继续一跌 现在他又突破这15,000 看来他还有机会 把野树全部都是 能不能冲破上一次最高峰罢了 如果冲不破 双顶下回来 就是我们讲的 我们看美国半桃底指数 你看他刚刚冲 创到这个 你看他刚刚来到这个 3855 就是上一次的更高点 三次最高点 如果他冲不破 可能双顶 他会开始下来 就是 你知道为什么这个年尾 十一月会有反弹 美国会有打反弹 因为那些人 美国人 经济家叫什么 Santa Rally Santa Rally 是圣诞节的回弹 圣诞回弹 他们叫Santa Rally 很多时候 十二月 十一月十二月 market都会反弹的 反弹了之后 十二月过后 market全部钱发完了 动力完了 没有了 明年开始 他就会 打跌了 可能美国 明年跌 TG率 衰退 他就打跌 但是这个可能 是不是Santa Rally 现在我们要知道 他能不能创破 上次的最高点 3855 他创不破 他跌下来 可能双顶 你要小心 OK 你看 这个 Nestate 也是 Nestate 也是差不多创到了 上次最高峰 差一点点 14400 OK 所以他冲不破 回来 可能就双顶 就惨了 是不好的 不好的这个模式 OK S&P也是 Nestate 差一点点 然后现在他是 459 459 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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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就是上次最高点了 所以他可能创到这边 跌下来 全部这个圣诞节的这个 反弹就可能是没有了了 Santa Rally 到重点是差不多了 到重点是很重要 上次最高点又有这条 这条 这条 趋势线顶着他 所以356 20 看他能不能冲破 冲破的话 看来美国真的还要去 如果冲不破可能就弯了了 我们看Lasser Lasser 美国小盘 小盘战术停了他的动力 在这边 他还是OK 他还是在横盘 保守他 不是太伤了 OK 我们看比特币 OK 比特币 我的朋友问我 昨天 开始 冲破38000了喔 是不是还要继续起 我讲 很难的 因为现在美国正在休息 这些 Thanksgiving holiday 又Black Friday 全部人 很多人拿价 资金金 你大部分都不会乱乱去开墙 他们知道很多大资金可能没有操作 所以他们不会开墙 开墙的都是小鱼 和这些散户 散户是推不到market去哪里的 你看 昨天 一个针轴 冲上去掉回家来了 真的啊 真的 你要看完 你玩久了 你要知道了啊 拜六礼拜 这些 这些 这些反弹 而且突破 啊 for这些比特币 拜六礼拜和这些啊 啊 这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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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liday的时候反弹 突破这些全部是 通常不成功的 因为这全部是散户推上去的啊 你看跌回下来 以太坊 啊 你看那个针轴 从上去又跌回下来啊 so 也是散户去推的啊 so 啊 你要知道了啊 so 给 几次可以信 啊 你要知道有大集团啊 有在大资金操作的时候就是 那平时的这个working hour啊 就是啊啊 啊 平时的 有 有工作的日子啊 炒上去的是比较强啊 这些是没有工作日子的 炒上去的呢 你不要以为他 不要太过相信啊 ok 尤其是美国啦 啊 不要太过相信啊 ok 所以跌回下来啦 啊 跌回下来啊 一个珍珠的跌回下来啊 OK啦 它还是有上升 它还是 慢慢的上来 啊 so比特币 我们 记得吗 我们25-6000就被开始 收吗 现在已经去到37000了啊 so 如果 stop market那边没有撓到啊 我跟你讲哦 我会跟你讲哦 跟你分析这个 啊 这个啊 啊 比特币啊 我讲这个 这个交叉 啊 这个交叉啊 这个交叉啊 啊 89跟这个 200的交叉啦 最后一个啦 我讲啦 这个过了 我就开始收 啊 所以我差不多是在这个25-6000这边开始收了 ok 我现在来到这边都 算ok啦 啊 以太坊也是啊 以太坊 以太坊 在这个 千 啊 千五左右收了啊 千五呢 千五这边 啊 这个 交叉 啊 千六左右了啊 千六左右 现在已经2000了啦 so ok 啊 把它 他可能这边 暂时卡住啦 啊 我们看他能不能冲破2000 2000 2100很重要啦 啊 ok litecoin litecoin 也是litecoin 有上一点 butlitecoin 没有这样强哦 啊 litecoin 现在没有什么 没有没有 没有这样多人去玩啊 把他还是ok啦 还有上一点点 srp srp ok 还是有上 把他回调一点 但是他有一个歧视啊 所以他再再突破 还有机会继续上 litecoin也是 还有做一个歧视才再突破 还有机会上 啊 Ada Ada 那天我们看到我讲了啊 我刚刚一讲 我看到 机会来了 啊 Ada 还没有起哦 啊 我就快快去 去 哎呀 Solana 从这个底 哎呀 从这个底 从这个底 上了200多巴士 哈哈哈 所以没有啦 他没有收 Solana 等他跌下来 等啊 把Ada 有收到啊 ok OK 我们看 Aluminum so这个 呢 下一个大反弹 就是这个 Sported Airpods了 Sported Airpods 通过 它大反弹 还有一个机会大反弹就是这个Halving 就是这个啦,比特币他每四年他会 会减少啦,就是欠一半 他就会 叫做Halving,他就会更少的比特币 然后当比特币少了,价钱都会起啦 好像那些公司,他减少的股 他的价钱就起啦 我们看铝 我们看商品,铝还是慢慢的上,还是OK 他跟着上升,保他不强 看钢铁,钢铁还在一层一层的跌 有点背离,可能有机会做底 但是还看不清楚 现在美国Black Friday 这个Trading Music有70% Discount啦,如果你是刚刚开始 你不要买这个 这个Trading View的付钱付费的版 还OK 如果你玩到很 蛮 怎样讲啦 玩到很 很 Advanced 玩到很 怎样讲 很先进了啦 玩到很高层了啦 啊 这样子 如果你讲 我要我的alarm不够啊 我要 他就给你一个free alarm 你要20个alarm 或者你要那个screen 可以spread两个的 有很多function啦 20个这个 指标的alarm 20个这个水平的alarm so set 或现的alarm 你要 你要这些全部叻 也许你 你现在买就很值得啦 因为他70%off啦 他free一个月啦 啊 so 也许啊 你要你要你要 你要买付费版 现在是好机会啦 啊 black friday跟就cyber cyber monday 啊 so 他他是做这个优惠啦 70%off是很值得啦 ok but你刚刚开始 你不用不用紧张啦 你学完功夫 你才进也可以 这个这个真的很值得啦 很值得啊 对 啊 ok我们看钢铁 看这个中国钢铁 中国钢铁价钱有上一点点吧 不是很高 啊 上海钢铁指数还是就在跌 还是不能啊 所以钢铁暂时还没有看到啦 整他做了底先 他还没有看到底 还没有看到底 还在跌 看中油 啊 中国嘞 这么要看中国 现在中国用铁用到最够率啦 哦 世界最快的快铁 就是中国做最高的快铁好像 最高的桥也是中国的啊 总之 国国国世界上有什么东西 中国有一个更大的啦 啊 哈哈哈 更长的更高的或者更大的啦 哈哈哈 啊 啊 你有快铁他有更快的快铁 你有更高的 你有高的桥他有更高的桥 你有长的桥他有更长的桥 啊 你有高的建筑他有更高的建筑啊 你有大的这个 啊 啊 stadium啊 stadium他有更大的stadium 什么都有啦 所以中国用铁用到最够率啦 所以中国铁不起 很难取啦 国际啊 ok 啊 啊 中油还在还在这个下跌 这个啊 还在下跌啊 中道还不 还没有什么东西看 couple也是同 啊 couple如果他能突破3.88 可能有机会啦 暂时他还在steak 啊 今 ok 今现在他在steak 2000 他今天又突破了一点点2000 他站稳在2000 他要上去了 所以我们用Fibonacci量一量 哦 如果我们用Fibonacci量一量 ok 他回调 回调啊 0.61 38.2%的回调 他应该有机会回来 来这个1.68 跟这个222 200 就是 啊 2150到2200左右了 啊 so他 我用Fibonacci量啦 如果他真的冲破啦 so他应该要上来这边 啊 but他必须要突破这个啦 上一次最高点 就是2066 啊 银 啊 不是银 啊 银开始 银到 如果他一突破这个 啊 这个 价位可能他要飞的 25 他突破25 他真的要去 银没有这样容易给他取啦 因为工业用很多银啦 ok 所以他们会控制他的价钱 不会给他抬高 啊 抬高的工业会 会很辛苦 啊 油啊 油我们有头肩 接下来看他 油要去哪里都难了 啊 要上演了 ok 我们看美国 记得点赞点赞分享留言啊 不要忘记啊 支持视频啊 记得点赞点赞分享留言 还有记得 哦 跟我扎扎那个赖台 要开户口 可以试一下CJSAMP 马来西亚其中一个最大的交易平台 可以玩马国 新加坡美股香港都可以啦 然后呢 你要买比特币 下面也是有连接LUNO啊 也是合法的 CJSAMP是合法的 我的朋友是里面的remiser 好service 好平台 然后呢 低 低 那个 经济费啦 你要试 记得下面有个表格啊 ok 你看这个视频 Description Mall 有一个CJSAMP 你click 用手机电话 点 添一点资料交上去 我的朋友会过你 在家可以开户口的 不用去哪里 ok Apple Apple做一个 做一个这个奇事突破 很重要 他必须要突破196 啊 就是这个上次的高点啊 突破196 就可以去继续更高 如果他突破不了196 你要小心啊 就是可以去222 奇事啊 如果他突破不了 他可能就是做双顶 就是一个就是最高峰了啊 就是要下调了啊 AMD AMD也是啊 AMD也是差不多要到了 这个129 这个最高峰 啊这个上一次的高峰 不是最高峰 Apple就是最高峰啊 Apple是最高峰 啊 Apple是最高峰 啊 这个啊 196是最高峰 So AMD可能会 会会会来 test 这个上一次的高点 如果他突破不了 然后他可能又是双顶 啊 AMD AMD很强 做了个头坚突破了 目标又到了 要追也是太迟了啊 太迟了啊 可能还会上啦 把他回调先 啊 啊 Blockcom 啊 Blockcom突破了啊 Blockcom可能会回调 重视着918 看来他是上升 啊 他是动力是比较强上升 Amazon Amazon 就是刚刚穿到这144 现在他正在想突破 啊 把他有点背离 我看他应该 比较难啊 回调比较多 应该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没有这样好啦 啊 破了这个支撑先 Google Google也是 啊Google你看要冲上来 141又是这个 霜顶 他冲破了叻 如果这些全部冲破了叻 美国的这些 这些指数也是应该冲破 然后他们继续上 如果冲不破 美国的大指数也是 NASDAQ 应该是冲不破 然后大家会跟着回调啊 下跌 GRAP GRAP也是开始下跌了啦 他跌破了这个支撑先 Intel会比较强哦 因为Intel呢 他最新爆他的这个 长期的计划啊 然后他又AI 他又要推出这个AI 晶片 所以看来 人家对这个Intel有信心 Intel不同 Intel我们是从底这边看上去啊 记得 Intel我们讲要做底 那个 那个 所以啊 AMD呢 全部是在 比较高了啊 然后那个 Apple是在高点 然后呢 NVIDIA全部是在高点 已经超到非常高 Intel是在最低点 然后我们开始看着说 在低点追上去 Facebook Facebook没有想到 这样强吧 开始他又再突破 你看啊 325啊 他又再突破双顶 都组不了他 他再突破看来 他还要去哦 这个 382都有机会 Microsoft也是 又突破最高峰 因为Microsoft现在炒 炒AI炒到很强 可能会回调一点 但啊 看来他还是很强 MICOS就买通到底 卖通到底 还是在上升 NVIDIA NVIDIA他他冲破 他一冲破 1496上一次的高点 就立刻 跌下来 所以一个假突破 看来他要跳下来 但可能他会横盘 如果他跌破409 才是要小心啊 就是做了更低的低 就是啊 这个支撑位很重要 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的支撑位 他跌破了会很严重 啊 如果他没有跌破409 可能横盘罢了 Qualcomm Qualcomm也是突破了 然后啊 124看来还有机会 慢慢上特斯 特斯啊 新闻全部炒完了 他开始做更低的低 更低的低 更低的高 更低的低 看到他暂时是慢慢的滑着下 啊 Zoom 战稳在60上面 看来暂时还可以啊 还可以 机会者啊 做长期的反弹 长期的这个低了 啊 Visa很强啦 买通到底买通到底 Visa你要做么这样强 我有一个概念 就Visa呢 美国呢 上一轮呢 Visa一直跌 啊 因为美国人呢 全部没有出去买东西 全部存到很多钱 因为Covid封锁了 然后现在全部人的钱用完了 现在美国Credit Card债是很高 是Covid之前高 啊 So很 他的这个债 这个Credit Card的这个人的债了 他的 他的 美国人的这个 Credit Card的债了 啊 跟Covid之前高了 啊 因为Covid之后 没有的 没有的出去 没有的那个人 没有的出去花费嘛 啊 So这Credit Card债呢 全部人一直在还 SoCredit Card债很低 现在呢 又回去高点了 So 哎呀 Credit Card债高 Visa当然赚钱咯 啊 他们是加Credit Card的嘛 对嘛 你不给钱他更高兴 对嘛 你持给钱他更高兴 因为你要给很多很多的 很多很多的利息啊 啊 你知道这个Credit Card利息 如果你没有给啊 是几多啊 不是几%啊 你都知道了啊 所以Credit Card你不要以为很好了啊 Credit Card 你没有本事还的时候呢 你会很够力 你知道 那些人啊 Bank Club啊 啊 他们看Bank Club List啊 啊 大部分的人都是Credit Card的嘛 是吗 中Credit Card Bank Club好像是 中Credit Card Bank Club是最多的 啊 在那个Bank Club List里面啊 你就知道了啊 所以你要会用啊 Credit Card不要乱乱用啊 Credit Card人家叫什么啊 啊 啊 Future Money啊 就是你还没有赚回来的钱啊 你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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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ture是叫什么 未来的钱啊 啊 未来的钱啊 所以你还没有用 你就已经 你已经欠了啦 啊 你就知道了啊 你还没有赚回来你欠了 啊 OK我们看 啊 美国银行 啊 Morgan Stanley跌下来 不是太好啊 他的趋势还是一直在跌 哦 你看这条线就知道了啊 他还是 在一个下跌趋势 啊 Credit Card也是 也是在一个下跌趋势 他有点反弹吧 他还是在一个下跌趋势 JP Morgan就比较好一点啊 JP Morgan有突破 啊 JP Morgan就比较强一点啊 啊 OK 所以今天讲到这边先 所以美国全部在 三叉路很重要的主力 看他能突破 年美大红包来了 啊 年美大bonus来了 他不能突破 不用紧 我们已经捞到很多 很多 价值投资 啊 已经到了很多了啊 所以 不用太过 啊 你看那天 那天有人 我在Facebook那边讲 有一个学生讲 他还是赚亏为赢嘛 很多人留言 都是赚钱的啊 OK OK 所以今天讲到这边先 我们明天再谈 哎呀 我的孩子真的可怜啊 那天中Covid好了 刚刚好了 没到 好像都没到一个星期 哎呀 现在又中这个 口足 脚症 啊 这个 hand mouth 啊 啊 什么啊 啊 手足 hand hand foot mouth hand foot mouth 又中了 刚才去看医生是confirm 是中了 口全部一点一点 里面 手也一点一点 脚也一点一点了 哎呀真的 哎呀真的啊 我看了下个星期啊 我会比较迟做视频了 啊 应该会比较夜做视频了 或者 或者什么啦 要帮手看孩子了 哈哈哈 啊 要帮手看孩子了 啊 啊 啊 可能会夜一点 OK 我们明天明天再谈 OK 我们啊 周末快乐 拜拜